各位海内外的观人朋友 请多多加入我们的会员 让我们更有信心 更有力量 为台湾加油 多做一点事情 希望我们的会员数 可以越来越多 因为会员数越来越多 我们才能够为台湾发生的勇气 可以越来越强 而我们的团队的士气 也才能够更高昂的 为台湾加油持续打拼 加入我们的会员 成为我们的靠山 30年行医 30年画作 这60年的黄金岁月 都在美国度过 在今天我们邀请到 这位特别来宾 他最近打算 要把他200多幅的作品 跟雕作品从美国 移回台湾 也长久回到他的故乡 来进行定居 他是谁呢 他是士者山画家 士医师 今天特别来到 小军川普拉斯 跟大家共同面对面 小军川普拉斯 也非常非常荣幸 可以邀请到士医师 士医师你好 你好 谢谢 小军 Grace 很高兴来到你的摄影旁 来跟大家见面 大家好 士医师的作品 收藏家的范围 非常的广 几位重量节人物 也是大家耳熟能详 前总统李登辉先生 包括了陈水扁 前总统 还有蔡英文总统 包括了前副总统 吕秀莲 还有呢 像是前中研院院长 两位 两位重量级人士 包括了李远哲 包括了翁启慧 都收藏他的作品 在企业界方面 包括了郭台铭董事长 王文阳总裁 艺人 收藏呢 士医师的作品 还包括像是 真宁等等 真宁的那幅画作呢 据说夫人也非常非常喜欢 等一下透过我们的 视野 让你来看看这几幅画作 不过首先 士医师我想请教 在美国这么长的时间 行医到后来作画 为什么 今年有这样的想法 想要把200多幅 所有的作品都搬回台湾 来台湾定居 为什么 最重要就是说年纪的问题 大家都想 落叶归根 但是台湾这个地方 是一个宝地 小时候当然很喜欢 但是离开台湾之后 在美国行医跟作画 有60年之久 也很喜欢美国 这段时间 我常常跟台湾 保持很亲密的接触 特别我画画之后 更有机会回到台湾来 做画展 全世界我展过60几次 其中一半在台湾本地 办画展 所以我很喜欢跟台湾的大众接触 特别是年轻的小朋友的 一大堆都喜欢来看我的画展 我的画展跟别人有一点不一样 第一就是我配合音乐 每场画展我都有音乐 小朋友的音乐配合 这样结合起来 音乐跟艺术 特别是油画 这样结合起来 很到位 小朋友很喜欢来看 久了之后 小朋友自己也会解释 我的作品给我听 他们也发表意见 所以在台湾展了这么多次 也解释了很多名人 大家喜欢就会收藏我的作品 收藏家很多 在日本 在欧洲 在美国 台湾更多了 是 台湾更多了 今天还破天荒 等一下在我们节目当中 施医师要破天荒第一次公开 他要让海内外的所有收藏家 有八幅作品 要让大家来收藏 那这八幅是哪八幅呢 等一下他一一为我们做说明 这么多年的时间 您是在26岁那一年 决定前往美国 对 那在台湾完成学习之后 是什么样的状况 前往美国 那么一待又是60年的时间呢 对 在台湾那时候要考大学 当然是参加领考 大家都填志愿 第一志愿第二一直填下去 我的名次落在第二志愿 心里很不甘心 第一志愿是台大医学院 没有进去 那时候台大收了50位学生 再来就是高雄医学院50位 所以一共100位 我落在第二志愿 心里很厉害 觉得很不够好 所以我就决定马上说 七年后在高雄医学院毕业后 一定要去美国再进修再学习 我喜欢学好一点 因为病人是我们的主要服务的单位 病人很重要 你要用最好的医术 最好的知识去照顾他们 把他们病医好 所以这个不能马虎的 一定要学好 所以我到美国去目的就在此 是 但是到美国之后 你等于是在 算起来应该50岁 50几岁的时候 那时候等于是 弃医重画 到美国去当医生 先去当医生 画画是没有考虑在内 只有张医生 开始在最好的医学院学习 当然美国医学院好的很多 最好的两三个 像哈佛大学 John Hopkins 跟Mill Clinic 这三个地方是我 主要要选的地方 结果运气很好 选到Mill Clinic 他们那时候有一个位置而已 要请一位病理学家去那边 那我就申请了 听说有800个申请 其中差不多700多个是美国毕业的 那我是只有我自己是台湾来的 但是800个这一些 candidate里面 把我选上去了 听说主要是我做的工作 那时候我做一点研究工作 他们很喜欢 所以我就进去没有医院 算是很幸运 在那边学了很多 因为这个医院很特殊 因为这个医院很特殊 去的时候才知道 有国王 有总统 有大企业家很多 都来那边求医治 在那边治病 头几个月 我认识的没有医院医生 他给我做身体检查 检查之后他就说 下个礼拜有空来到我们家 有一个派对 你要不要来 我说当然来 你的派对我很喜欢 要看看他们在家 开派对是什么样子 那我就去了 去了之后 我看到两个男人 就是我的没有医院的医生朋友 新的朋友 跟他的朋友 在他们的水泉铺旁边聊天 他看到我就说 过来过来 Sam 我来介绍你认识一位男人 他跟我说 这位就是Mr.Johnson 我一看 又高又大 其实跟电视上看的一样 是Johnson总统 Johnson总统啊 我走过去说 跟他握手说 Are you really President Johnson 他很大声 Texas Of course I am Sure I am 很大方 在那边第一次就碰到 美国的总统 很有趣的 后来我问我的朋友James 说为什么你有办法请总统到你家来 他说 啊 那个是小事情 我说什么是小事情 他跟我小时候 就从国民小学中学都在一起 好朋友了 是刚刚又这样渊源 对啊 那他来没有医院当医生 他就来没有医院身体检查 是 治疗啊 比如说 开刀啊什么 所以从那时候我就了解 这个民用医院非常非常的伟大 因为他们的医疗工作 真的做得好 研究也做得好 常常被选上世界上排名第一 的医学院 所以结果连国王也到那边治疗 是 企业家也是 企业家都来了 总统都喜欢去 没有医院去那边治疗跟检查 特别是企业家来了 治疗之后还要伟责给 没有医院 因为没有医院的兄弟 他们这个两兄弟很有趣 他跟病人讲 我所收到的钱 全部要再拿回去 贡献给病人 不是自己要用 这个吸引力很大 他们也是真的这样做 所以结果没有医院 越来越发达 盖了很多很漂亮的标准 做了很多伟大的医疗工作 那企业界当然很喜欢支持 他们支持了 有时候有企业家 躲内整个标准 用他们的名字上去 没错 很有趣 我在那边学了很多 不但是医学方面 对于公益事业 特别是对病人的照顾 很细心 同时之后又很认真的研究 求这些研究出新的治疗方法 来照顾病人 是 这一次 医师特别 割爱 他决定把他选出 他画册当中的八幅作品 然后进行拍卖 而且你还说 如果愿意收购藏家的话 你还愿意陪他们到Milk Clinic 陪他们去做治疗跟生理检查 如果他们需要的话 如果藏家需要 你还提供这个服务是不是 当然 当然 因为收藏我受评的企业家 以前好几位 好几位 好几位 你也陪郭台铭跟王文雅他们去吗 他们两个没有 他们不需要 他们心里还很健康 但是其他 我可以讲 陈宏鲜先生 是 变成很要好的朋友 有一天我要回去了 他说他身体很健康 我问他说 你应该要做身体检查 他说不必要 我很健康 我说健康也要检查一下 结果我回到美国 他去身体检查 跟吴医师 吴素敏医生 介绍他去做检查之后 发现他肾脏有一个瘤了 那这样就紧张起来了 真的是无声杀手 完全没有任何的证据 他不能是癌症 但是肾脏是藏在身体的后面 平时如果那次没有检查 绝对没有症状 要到最后大了之后 才发现一定会出血 那就太慢了 所以他很运气好 其实那检查 检查很小 那就考虑要把身脏拿掉 他们就开家庭会议了 四个儿子都是董事长 陈宏鲜先生 他是钢铁公司的家族 他就打电话来说 还是考虑的结果 全家都决定把他送到美国来 要我照顾他 带他去没有区区治疗 我说好啊 一致通过 一致通过 他要来的时候 我说你自己来就可以了 不是 他带太太带媳妇 还带儿子一大堆来 我那时候车子没有那么大 你还负责接待他 对啊 我要带他去 就我就开车 换一部Van 箱包车 比较大可以载他们全家 我们从我的家到那边 要开差不多五六个小时的路 所以你当司机 我当司机 三百多米 所以差不多有三百多米 差不多有六百 五六个小时 对 有六百 六百公里 到没有区区去 我是常常 我离开了没有区区之后 也常常回去 六十年来 我常常回去 为什么 我自己回去身体检查 因为没有区区是我服务过的地方 所以到那边身体检查特别 他们招待得特别好 同时看看我老朋友在那边 那我带他去的时候 就一边玩一边介绍风景漂亮 就是玩到没有区区去 结果他发现说要有那个癌症 一个礼拜之后我就给他安排 下一个礼拜一到没有区区看病了 很快 因为我有内 你是里面的资深的权威了 那我就请Patherson给他看了 他就来了 坐在Patherson的办公室 David Patterson Patherson他是肾脏外科专家 他就说好没有问题 Patherson我给你治疗 没有问题 明天就要开刀了 他当然因为英语听不懂 还拼命问我说 那你这一位朋友 医生是怎么样的医生 你要介绍一下 对 我说好 我叫他自己讲 但是他看到他的墙壁上 掉了一张照片 结果看到这个医生跟 雷根总统照在一起 那陈宏春 宏春兄就问我说 Sam 先问他 他跟雷根总统照在一起 什么意思 我说好 我问他 但是他自己给你解释 他给他解释说 雷根那个社会线 我给他割下来了 他眼睛大起来说 他是真的总统的医医 我说当然是 我给你介绍的 就是世界一流的 这有没有涉及到 泄露 privacy 没有 没有关系 无所谓的 Patherson也退休很久了 这个是我的好朋友 但是我跟我的好朋友 陈宏春先生说 他是总统的医医 你这个朋友在这里 本来也是总统的医医 一样嘛 为什么 他开刀起来 要我诊断啊 对不对 我是病理专家 那结果 我们明天要开刀 Patherson就跟他讲 你放心啦 我不会给你开刀 除非你的好朋友 站在我旁边 在开刀房 指导我 他还这样讲 我指导他 他才敢开刀 他很客气了 他意思是说 他开刀起来 病理方面要问我了 所以我变成医生的医生 医生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在开刀房 看我的好朋友开刀 Patherson把他的身脏拿出来 就拿给我了 我拿出来先给陈太太看 我说这个留着在这里啦 我现在要给他诊断了 三分钟就好 不必了 我拿到我的以前的实验室里面去切起来 我说切了一小片 那做切片 想一下看一下 是癌症 但是都包起来 印记很好 没有扩散出去 所以这个大概是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会完全全疫了 大家都高兴 真的 那我又给陈太太报告一下 然后我们就在外面等 那开刀 缝了之后 Patherson就出来了 外科医生 他就跟陈太太说 诶 试一试有没有给你解释 开刀的结果诊断 她说有啊 解释得很清楚 那我就不必讲了 所以没有给你是一个teamwork 外科医生跟病理专家 teamwork 所以那时候 陈太太印象就很深刻 美国啊 这样做服务真好啊 开刀还没有完 你就给我看那个 癌症 还有给我报告诊断 诊断的结果 那我们大家都放心啊 不会操心啊 在台湾我们要等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就很焦急 因为是不是癌症啊 就操心了一个礼拜 从此操心又不是我太太一个人 全家都在操心 爸爸的病怎么样 所以他们印象非常深刻 我还替mail给你广告一下 你现在替mail做最大的广告说 继续在收藏这个 诗医师的八幅画座里头 有诗医师亲自哦 亲自当司机开车 带着他们去治疗去进行健康检查 我就觉得这个很有趣 我们现在提到 就是说您在这个 这个医学研究 在病理研究里头 是如此的权威 然后行医30年之后 等于弃医重化 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对 我选择本来是要当外科医生 因为小时候在上高中的时候 我不是要学医啦 我要学数学啦 但是最后高三 六个月之前 考大学之前 我们从西湖 我的家乡西湖要到园林 去上学的时候要坐那个小火车 那种是在甘蔗的小火车 因为碰到 有一天早上 这个小火车载满了学生 碰到那个车祸 比给那个大货车碰到 结果死伤不少的学生很严重 我在那边坐了六年这个小火车了 但是前一天运气好 我园林的同学 要我住在他家 所以我住在他家 隔天早上就发生车祸 我这个命大 所以我跑到现场去 没有办法帮助我的同学 很多受伤嘛 我就说 大概神要我当医生来照顾他们 所以我就改变把医学院填在前面 数学填在后面 结果就进去医学院当医生 当医生就是这样子就来了 改变我的医生的这个计划 但是在那边又给你学到很多 我在那边做了一些研究工作 比如说红雪球的测定期 这个讲起来很长 简单的说我发明了一些东西 他们没有跟你很高兴 那在那边做了不错 那后来又到威斯康辛大学去教书 后来又做了病理的主任 后来又到西北大学学管理 因为病理主任要管很多人 那个病理部门的收入比较大 医院里面病理的发院跟病理 整个合起来收入最大的 所以应该要好好的怎么样来管理 我对于管理学没有那么大的把握 虽然我喜欢管人 可是我还要求医院让我去 西北大学那个Carrot Business School 那是算也是世界最好之一的管理学 就是MBA 拿了MBA回来管了那个病理 Mardison在那边做病理主任 管得很好 收入又越来越增加 增加很多 但是那时候的医院是 non-for-profit不是营业的 是non-for-profit公益的 所以结果医院的董事会跟董事长 跟医院的院长都叫我 不要再赚那么多钱了 麻烦了 我觉得很奇怪 给他赚钱那时候不要 因为赚了太多 报税方面很难 因为医院是non-for-profit不必交税 但是美国的税官看到医院怎么可以赚钱 施责商的部门赚了多了好几百万 是这样要扣税 他们也不高兴了 结果一吵架他们就算了 我们不要做了 那我认真要给他做得更好 他说不要 结果我就辞职了 我自己去赚钱了 他赚给他 他不要 那你辞职之后呢 辞职之后我就跑到那个大的城市 芝加哥城市去了 以前是在Mardison Wisconsin那比较小的镇 到这个比较大的地方去病人比较多 医院也比较多 我的客户就比较容易吸收 那到那边去就开了一家 维生化验公司专门做病理检查的 那五年后成长起来 名誉也大起来了 那个品质 特别是品质 我控制得非常好 这结果那个罗氏大药厂 这一次的那个大药厂很大的 在台湾叫做罗氏大药厂 在美国也有他们分公司 他们就说他们也要看到 化验方面在发展 除了做药之外 他们要develop他们的子公司 也要做化验 结果他们不要自己开发 开发慢 又买的比较快 就看中我的公司 虽然是小 五十几个人在工作 但是很有potential 他们就来说要给我买 变购 变购 我很高兴 我说你可以买一半 我跟你合作 我们两个人可以变成世界第一 最好的发言公司 我想是这个机会来了 他们拒绝了 他都说 他有百分之百 他有百分之百 股权拥有 那你后来你的抉择 我的抉择是这样 先拿出来看看你的off多少 我一看 我不会再工作了 off不错 很好 非常高的一个价位 是买一下你的公司 对啊 所以人生有时候是这样子 我们出生了之后 爸爸妈妈就说 将来你的生活怎么样 你要认真念书 意思是说你要赚够的钱 才有办法保证你生活平安 爸爸妈妈就关心这个 那我到那时候 我看起来钱够了 不必再赚了 就是第一关的那个 financial freedom就来了 就自由了 就我们现在讲财富可以自由了 所以他既然要一百 我就给他 我就卖给他 那我就想我要再开第二家 那也许不一样的公司 再奋斗一下 反正第二步再来的时候 就比较简单了嘛 没有那个压力 生活的压力 就这样子 但是后来三五年之后 在那边想 还有做一些conciliation 全世界的 到台湾到中国 清华大学 还有交通大学 到处跑 给他们做咨询 病理的设备 特别大陆 还是继续发挥你的专业 对 但是后来想 这个相当辛苦 有一天我到纽约去开会 有一个好朋友 送给我一个礼物 打开来是圣经 我看圣经 我很想要念圣经 但是以前看过的圣经很难念 因为古文嘛 King James很难念 结果我发现 那又不是古文的 也是现代文 有翻译再翻译过的 很简单的英文 很好念了 我就拿回来 就从头到后面 念了好几遍 念了好几遍 我就爱上耶稣基督了 所以以前要做大事业 要赚大钱 要有名气 要做大教授 什么都要大 什么都要成功 什么都要比人家好 但是念圣经以后 这一些 咳 给耶稣 给我们 满掉了 所有的觉都没了 都没了 这非常简单 那时候想做什么 我就不知道 那时候想要赚大钱 成大企业家 大医生 都没了 没了 那没了 没有 但是我头一起 公司卖掉的时候 生活可以 不过再来就不要想那些 因为感动 从圣经特别是信约 那我就说要跟耶稣基督走 100%跟他走 意思是说我过去管自己 那时候54岁 管30年的医生 管自己没有管得那么好 那以后 我要上帝 我要耶稣基督来管我 我放弃我自己 让他去管 就觉得很轻松 那这样下来 我就在那边想 是不是要继续做 医学方面的咨询工作 结果脑子里 就有一点 想法 意念 说声音也可以这样说 因为叫我画画 那很奇怪 那时候是1993 那就 我跟太太说 奇怪 最近我就想要画画 为什么会这样子 1993年的时候 这个声音出来的时候 之前有作画过吗 没有 都没有 我都没有画过 都没有画过 对 那念圣经以后 决定要都当基督徒 还不是只有口头讲 我还要做一个仪式 我找了一位牧师 叫做William Russell 他是Canada来美国 在西卡古 当一个牧师 我还特别去找他 叫他给我洗礼 他第一句话说 我从来没有看过 他说你来交费做礼拜 怎么马上要洗礼 我说你不给我洗的话 我会发疯 我把他吓坏了 他说那好 我给你洗 就在他的指导之下 完成一个受洗的仪式 对 这个是一种仪式 这个水滴下去 心里就不一样 就改变了 所以我就说好 我要跟耶稣基督走 那生意就出来 那三个月后 12月的时候 我就去买画笔 三个月之后 所以那个时候受洗之后 完全不一样 那个时候到底是 是有做什么决定吗 会有什么感觉吗 只是感觉说叫我画画 我是试试干嘛 我就去买那些画布什么 来就画起来 就开始画画的那些道具 材料已经开始购买了 对啊 也不敢在外面画 跑到地下室去 躲在那边画 爬在那边就在那边想 要画什么 结果我们小时候念了一篇文章 我很喜欢 出乎你而不然 五岁连 出乎你而不然 莲花 OK 莲花说 出乎你而不然 就是说这句话我最喜欢 看到世界上 政治方面 暖七八糟的也有 我不喜欢那种 我喜欢很 坚毅的个性 对 走字 所以就是这一幅 对不对 对对对 对不对 您在首度执笔 这是你都完全没有基础之下 没有 第一幅画作就画这个 就像这个 哦 是哦 他卖给我的画铺很小 我不要 我叫他给我大的 就拿一个大的 就是三尺 两尺 就是24x36inch 我看起来还可以 差不多30号 台湾做30号 那回来我就想要画什么 结果我旁边有一个植物园 夏天都会去看花啊 树啊 看到水莲花 我很喜欢啊 哦 在初五里 跑出来很漂亮啊 真的 不管水下多脏 都没有关系 他出来就是 飘飘亮亮 很洁白 我就很喜欢 那个印象就出来 在脑子里 我就照我的印象这样画 画了之后 看起来不够热闹 因为里面没有鱼啊 我去看那些 水莲花 里面没有鱼啊 我就把鱼放上去 所以那个鱼是你家的 鱼我家的 我家上去啊 是是 加上去 那时候还不会怎么样 就想八条最好 结果这张画拿回来 台湾展覽的时候 有一个养鱼或者画画的专家 他给我算了 怎么不只有八条 我说为什么八条不对吗 他说不对 画鱼要画九条 真的啊 那什么意思 为什么 不曉得 大概九是最多嘛 八还不够 八发 这给我建议 本来我想八是发 结果我把鱼放上去 比较有动态 那我就满意了 这是第一张画 的确 那我拿出来 还在客厅里面 我的太太去工作 她是建筑师 那一天回来说 这张画不错啊 你哪里买的 我说不是 我自己画的 哇 他也有一点惊讶 惊讶 惊讶 紧接着我看他也迫不及待成为收藏家 你看到这幅画 我们看这幅画叫做生命环 对 其实原来 我很喜欢这张画 是 这是郭台铭收藏的 对 好特别的一个画作 他太太 孩子 妈妈都呆去那边吃饭 结果看到这张画 还有看到别的 越看越喜欢 越看越喜欢 后来他收藏了 因为这张画的意义是 他很喜欢 因为你看 这有一棵树 树没有办法生长 因为这个山全部石头 没有水 那要找到水要怎么办 根 从这里要长出来 要很努力 奋斗 整个公司要奋斗到 找到水 水源 才能够让他可以活下来 对 那只有水还不够 他还要养分 养分哪里来 我就放鱼在那边 鱼会大便 就养分 这样就是生命的循环 考虑到一个人要奋斗 奋斗你还要学问 还有你的 像柯碧说 他的什么157分 他说他智商157 我们到底智商 不过就是描写一个人 要很奋斗这样子 听说郭台铭喜欢 听到这个故事了 他说这张画要买回去 送给他的总经理 叫总经理要奋斗 要努力 好像是这样子 要怎么样奋斗努力 才可以活下去 有没有看到郭台铭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 也是郭台铭先生收藏 这也是郭台铭收藏的 其乐融融 对对对 看到有一对鸟 是 这个是公的 这一支是母的 母的比较下来 公的 母的 对 眼睛在这里 那生了 所以围绕的是小鸟 是啊 他生了 他生了 好多孩子 海铭先生看到就喜欢 因为他跟他太太 带了一些小鸟 到处飞到处走 他看着很有趣 喜乐融融 喜乐融融 喜欢看 传运的 这是欧几卫院长 对 欧院长看到这张画也很喜欢 这张画是描写台湾 台湾在盗一成熟之后 你看出去是金黄色 盗碎 所以我看起来像金一样 那在那边有一个钢琴 在那边独奏 我是描写 这个是描写 譬如说 翁院长 他做研究 很有成就 一个人 要带动很多 这个研究方面 看似孤独 看似孤独 事实上背后 是引导着很大的力量 往前走 那这幅画作 玲瓏鸟 好像对你来讲 你也很喜欢 对不对 我很喜欢这张画 因为这张画 我后来 画第一张画之后 我就决定要当画家 因为他给我启示说 我会画画 画画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画就是文化的一环 文化就是画 文学 影业 这三个基本的文化 文化很重要 一个国家 最重要的就是文化 跟经济 经济好 文化好 一定强壮 经济好 文化不好 不一定会存在 会垮掉 是 经济不大好 文化好 文化好 我看 所以你如果问我 为什么回来 这个原因之一 我现在会画画 在这边做文化工作 想回来跟台湾的文化工作者 大家合作 在一起互相勉励 来创造台湾文化 更好的文化 那这一张画我觉得很好 我说第一张画画没有祈祷 我决定要当画家之后 又是基督徒 要跟着也是基督徒走 那我要准备画什么东西 我就没有准备 我只是靠祈祷 每一次要画画我先祈祷 五分钟之后 要画什么就跑出来 也太神奇了 我就照我祈祷之后的idea就画 下笔成画 我从来没有做打草稿的 没有什么数学 什么素描 那个我都不做 因为我觉得没有 对我没有什么帮助 我是祈祷之后 就知道要画什么 每一次祈祷 要画的东西都不一样 所以我的作品变成 可以说乱七八糟 但是画样很多 就非常多元 多元 有的是具象 有的是抽象 有的是印象 这一幅胡伴落日 还是李远哲院长收藏的 对 刚才那一张画 其实教育上非常重要 因为一只鸟 教育意义 三只鱼 一只最小的 一只鲸鱼最大的 一只中的 那一只还吃到肚子里面去 OK 那这一张画有意思是 因为小朋友很喜欢看 说我要当这一只鸟 我要来吃鱼 那两个小朋友 或者是十个二十个 他们就变成两边 一边要吃小鱼 一边要吃大鱼 就争吵起来了 这争吵的结果 我就站在旁边听 很有意思了 吃小鱼的时候 的小朋友说 你吃那个鲸鱼 你一生都吃不下去 你变成穷光蛋了 赚不到钱嘛 失业不会成功啊 那吃大鱼的人 吃鲸鱼的人说 你吃小鱼 小鱼赚的钱太少了 你也不会富有 那吃小鱼的人又回答 我告诉你 我一次赚一块钱 我很容易赚得到 放在口袋里 我如果repeat重复 一百万次 我不是百万富翁吗 那你吃大鱼都吃不下 你还是穷光蛋啊 是一幅画作吃 你要吃大鱼小鱼 马上就有它的故事 这个理念 那两边都是想要赚钱啊 今天赚钱不是说 你要赚钱就赚得到啊 要赚钱要做什么 要去念书 小朋友就看到 这一只鱼吃下去了 吃下去在肚子里 有一个四岁的小孩子 我在台湾展览的时候 在后面看 你在台湾展览的时候 有四岁的孩子 对 对 就跑到前面来 他爸爸带他来 跑到前面来 我看不到 我说你到前面来看 你画错了 说我画错了 我很高兴 我问那个大人 全部的人都不知道我画错了 是画错了 但是我故意画错了 我说什么地方错 他说吃鱼不是这样吃了 他说 头在前面 肚子在后面 他把尾巴先吞了 这个错了 我说你是不是在乡下看扁灵溪在吃鱼 他说对 我说扁灵溪怎么吃 他说他抓到鱼 丢在空中 然后等那个头下来 才把头抓住 头先吞下去 为什么 因为鱼的刺都往后长 这样吞下去顺 比较顺 不会刺破他的食道 我也不会破 这样不会伤到他自己 我画这样不行 哇 四岁孩子 四岁孩子 看出来 所以这个扁灵溪 他曾经亲自目睹过 那这个什么意思 我就是要提醒小朋友 你要赚大钱 你要清添书 你要懂得道理 你不要乱搞 连吃一条鱼都不会吃 你怎么赚大钱 是 好 还有包括这一幅 五万落日 这是李远哲院长 对不对 他喜欢 这个是印象派的 就是很辉煌 当时看起来有一点孤独 有一点寂寞的感觉 但是他做了那么大的 研究工作 诺贝尔奖得到 大概有时候也会感觉到 有一点寂寞的样子 对 所以这个日落时分 夕阳写照 看得出来这个小周青皇 看起来他也觉得满满的幸福 那这一幅 这一幅 是蔡英文总统收藏的 对啊 OK 这幅有多大 才去年 61乘91公分 大概 30号是不是 30号 30号 对 哇 这是什么 两只什么 两只 两只鹰鸟 鹰鸟 OK 小鹰看到的时候 它很喜欢 它说来解释一下 这两只 他问我这一只怎么样 我说那一只比较大的是你 对 鹰鸟海峡 对 是 第一只它是鹰鸟海峡 对 他说那小的 我是小的副总统 赖青德 得以保台 是 我说你们两个合作 国家一定兴旺 是 那你要推 不久你要退休 再来要推 副总统出来当总统 我就不客气在那边 他们还没有宣布他 要当选总统 我是先讲 是 我怕他选别人 哈哈哈哈 之前呢 之前就送给他收场了 差不多 2012月 20 2022年的11月 就是等于台湾的那一次 地方县市场选举选完 这幅画叫传承 传承啊 要传给他 哇 这两只鹰鸟 我的话算不算 这个无所谓 我是开开玩笑 但是我真的是跟他这样讲 那你这幅画的构图 又在什么样的时空背景 会画出这样一个内容 以前很久 这张已经画了有一两年了 还没有完成 我画了放着 等到听到 那个小英跟赖副总统 要出来竞选总统的时候 我就想 介绍这一张给他最好 他就很喜欢 是 那我就给他完成 完成了之后 他也喜欢 他说 哇 这一张 这一支很大 我说当然 总统比较大 两支音鸟 的确 听说我讲了之后 就没有再提 就没有再听到说 小英要选别人出来当 所以你这幅画扮演 非常重要的力量 大概有一点效果 瓜彭夏 郭台铭据说收这一张画 是为了给他妈妈是不是 郭台铭先生 我很感动 他很孝顺 他去吃饭 看到话了之后 就想到妈妈 我要带你仔细看一下 你最喜欢的话 我要买送给你 他先考虑妈妈 就让妈妈选 妈妈就选了这一张 选了这一张 因为乡校 听说他妈妈以前 有孩子 觉得这是一对姨 有孩子 他看着说姨 虽然是正好有正姨 好像他自己的人生经验 也经过在乡下生活 就是这样子 很朴实 很简单 农村 农民的生活 但是看到普昂 一直生下来 很兴旺 子孙很多 他就说我也希望子孙很多 所以他选这一张 这刮棚下其实 这个雷雷雷的果实 让他觉得还是有 很丰收的感觉 也可以提一下 因为他拿一张画 对 这张画 这张画他就比较大 差不多两倍大 差不多七十号 八十号 这个是一百二十七公分 乘以一百零二公分 你说大概有七十号 八十号 七八十号 这样子 只有郭台铭先生就是说 把最大的画送给他妈妈 有报告 有说他用千万来收藏 来买家这部画 真的是千万 这么贵 真的喔 我这样讲真的是太 不会啦 因为这个是这样子 这个实际是无价 不能无价 有价 什么都有价 比如说黄骨 黄骨画画的时候 只有一两块钱 吃一顿饭而已 但是现在要买黄骨的话 台湾有一个企业家 我听到有一幅要拿去 芝加哥美事馆展览 那个馆长告诉我说 他要拿去展览去年五月 结果 他没有拿去 要我帮忙 鼓励他拿去 不会丢掉 为什么怕丢掉 现在黄骨的话是 一亿五千万美金 一张 那是四十几亿的台币 对不对 一张话 但是不久之前 多久之前 不到两百年之前 我已经八十几岁 所以两百年之前 不是很久之前 一两块 一两块钱 现在变成这样子 黄骨的话 皮卡索画也是这样子 1955年 他画一张小孩子在抽烟 我说皮卡索画这么不好 我就把他画一张 跟皮卡索一样 小孩子抱着一个和平歌 那张也是很有味道 和平歌才对嘛 小孩子喜欢和平啊 不是抽烟啊 跟牌子那大小 但是他费五万块而已 那家庭 犹太人家庭 放了五十年 拿出来拍卖 一亿四百万 从五万块钱到一亿 所以这个艺术作品 好的艺术作品 就是这样子 因为死了之后就没有了 不能再画 现在最贵的也是柏里亚 不论告诉我的 不是皮卡索也不是繁古的 我根本现在的话 最高价 四百万块钱 四百万块钱多少 四亿 是 一百二十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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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台并一百二十亿 是 叫高庚嘛 高庚最贵 那这一 我是这样子 我的画是这样子 因为我本来 当医生我不敢卖画 三十 差不多二十九年前 在洛杉矶展览 碰到 那是第一年 1995年 我94年开始画 95年 就画了四十张 从美国 从那个华盛顿地西 五大城市 跑到洛杉矶去了 碰到珍妮 珍妮跟朋友 珍妮 珍妮 跟朋友来看我的画展 歌手 歌手 就是她收藏的 银井东飞 银井东飞 她看了 她大概也是想家 银井东飞 她就很喜欢 她要买这一张 我说我不卖 她说 哪里 你有十张 我只要给你买一张 你还有三十九张 没有关系 那就叫她的助手 付钱给我 她助手还偷偷跟我讲 卖给她 她很有钱 你放心 随便你讲 我没有卖过 我说五千块美金 珍妮说 怎么那么便宜 有话 五千块 我买 她就买两张 两张 这是九十一乘六十一 所以也大概三十号 我大部分是三十号的画 对 那从美金 standpoint 因为我也念过MBA 就考虑到 收藏我的作品的人 我不要给他亏本 那我怎么做 我就保证每一个人买我的画 可以拿回来给我 不要的话 我原价买回来 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保证这样子 那第二次在发展的时候 我一定要提高价钱 这样以后的价钱会比较高 也保证前面的长家 所以那时候 二十九年前 到现在三十年后 一直涨 涨到现在 八十号七十号 差不多一千万台币 所以有道理 是是一千万 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 连曲宜 就是你当时 画的第一张 对不对 第一张的一个作品 那这张我很喜欢 是 这张 这张 千丝万缕 是两千年画的 两千年的时候 是那个阿伯当总统 是 第一次 真的是 终于政党轮替 政党轮替 我很感动 一张回来就很感动 就画这张画 这张画你看 这个是一幅画 两幅 这是两幅 连在一起 所以你连在一起 所以你是 先画上面再画 对 先画这个再画这个 就差不多有八十号 一张六十 三十 合起来差不多有八十号 相当大 所以这幅画挂的是这样子挂 这样挂 是两张一起挂 那我是描写政党轮替 就是国民党跟绿党 国民党就是三个颜色 就青天白色满地红 那绿党就绿色 两个参差在一起 在交捷 奋斗 拼命 打拼 最后国民党打输了 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 fetus 就是 这是那个胎儿 哦 是 就是 still born 终于诞生了 诞生但是死了 死了 就是被换掉了 我描写这样子 那我很喜欢 因为这张算是政治 有政治味道的话 政党轮替 描写绿党赢 国民党输掉 那我拿回来台湾 我本来不要展览 因为这种冲突的话 我想最好是避免 但有一次 跟朋友谈起来 朋友说没有本系 你也拿回来展览 是 这有议论的话更好 那我回来在台湾展览的时候 人家问这什么意思 大家讨论起来 我就是这个意思 结果呢 我要运回去美国 就丢掉了 丢掉 偷走 不见了 不见了 然后运的时候 拿给他 那个是美国航空公司 到自驾哥就 没有下来 就不翼而飞了 对啊 要追也追不到啊 天啊 那我那时候就想怎么样追回来 现在台湾广告 我用一百万台币 在报纸上广告 谁发现我的话拿回来 我奖金一百万 哇 我不问怎么来的啦 是是 只要老后来就好 结果没有声音啊 那我回去美国 有一个好朋友 是 当过美国 联邦调局的副局长 我跟他讲说 啊 我叫我的朋友 给你登记 去找啦 他的朋友 FBI 里面有一位 agent 负责 登记 遗失的 中药的话 所以我资料就送给他 就登记了 那 他跟我说 也许 运气好的话 两三个礼拜就找到 如果运气不好 你要等五十年 哇 意思是说 他还给我安慰 我跟你说 我给你放在 跟皮卡索在一起 我说什么意思 皮卡索还有两三张画 丢掉还没有找到 那现在狮子山的 跟皮卡索放在一起 一样 把我的 抬高我的身价 跟皮卡索放在一起 到现在都没有声音 大概将来会跑出来 什么时候不知道 哇 所以 这是在2000年当下所做的画 对 移世到现在也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 对 但是展览是十几年前 2000年没有展 2008年还是2010年那时候展的 可是这样的画作 其实你都是当下 当下的灵感 当下的灵感 所以没有办法再画第二幅了 没有办法 对不对没有办法 像珍妮那张银井东飞 对 我太太还想要把它买回来 银井东飞对不对 对啊 太太要给她买回来 还亲自去找她 是 她说不行 我不要卖 叫你先生再画一张给你 我太太给 我说什么时候要画给她 我实在画不出 你看这边写的珍妮 对不对 珍妮女士 我们看到 对这边我们来看到 收藏家珍妮 对OK 好 那这一幅呢 这一幅我再描写 是 美女 美女 我是这样 人家说 你当画教要画美女 我太太也讲过 好我就画 我就考虑 什么叫做美女 怎么样表现美女 那人家就说 那个 法国很多画美女的 你要看一下她们的话 我看她们的美女是真的美 但是我说美女不是只有美 她有气质 气质更重要 或者同样重要 那气质怎么样表现 这很抽象 对 什么表现 你美可以 构图啊 什么头发颜色啊 脸啊 看到美女就很喜欢她是美啊 但是气质呢 我就考虑 美女要加上气质 我就从这方面招手 像 用举例来讲 这一张画 是 这张画 美 台湾的美女 又有气质 那我解释给你听 我的气质的表现 你看 大家 她穿这样出来身体很美啊 大家 大概男士们会过话叫啊 拍手啊 那有的男士比较激动啊 会拿花去送给她啊 在这个 moment 花送上去 要接受这个花的时候 就表现出气质啊 这个女孩子可以伸手给她接过来 是一种状况 她看了花不要 那男孩子很尴尬 怎么办 拿回去也不好看 就放在她脚旁边 那看到了说 so what 这一句话 算什么 这就气质啊 她就看到她的花 算什么 所以 所以 我就是要描写台湾女孩子 很有气质 是 这幅画是 许鸿玉董事长康利所收藏的 櫻花链 她收藏差不多十几幅 十幅以上 我没有算大概十几幅 她 刚好现在是櫻花开的时候 台湾 我看到电视报了好几次 news 有台湾的櫻花已经开了 我这是我的櫻花 我觉得很不错 是 ok 还包括了这幅 对不对 这幅你也特别 月光曲 对这幅很有感觉 这个是陈鸿春先生的儿子买的 陈鸿春自己买了 买了二十几幅 他的儿子有买过这一张 不久之前 差不多四五年前 他买了两张拿出来拍卖 拍卖的时候 拍三百万 三十号台并 就是这一张 这张是美国人买去的 是是是 哇 三百万 哇 这个好棒 这个也是 这是 这是 天鹅 我很喜欢画天鹅 因为天鹅 就是阳丰鸿 阳丰鸿收藏 在美国 但是他要搬回来 现在住在台南 他要做房地产 Hotel市民 我喜欢画天鹅 为什么呢 用天鹅来表现一个家庭最好 你知道天鹅 他们结婚不会分开 一只死他也不会再结婚 变成网户 是 他 他那个 带小孩子出去 对 看到那个水危险 对 他就抱着小孩 背着小孩走 是 所以你看 两个天鹅 走在一起 就是一对夫妇 我们人没有那么要好好不好 没有那么伟大 我们还会离婚的 他们不会 永远不会 只有一只的话 他也是一只 到最后 那他们 在复旦的时候 互相轮流 公的母的轮流 那不服的时候 那一只 公的还是母的无所谓 都跑到外面去抓东西吃 同时带回来给另外一只 在复旦 所以很有家庭味道 恩爱夫妻 那 小天鹅跑出来之后 就带着他们到处去 寻求 寻找那个食物 如果碰到水很 是 很急的时候 怕危险 他就把那个小天鹅背起来 背在后面 过河 你看 这个小天鹅在这里 非常可爱 是 所以我很喜欢画这个 给小朋友 带着孩子结伴 龟 对 真的很棒 小孩子看起来 很有感觉 小朋友知道 天鹅这种 真的是叫做永香水 那 这一幅呢 这一幅 这一幅是描写音乐 对 音乐 我的看法是 古典音乐 这个是弹 现代音乐 反正弹音乐 钢琴 我是主张要在外面弹 弹给大众听 很可惜 有时候 好的音乐 都在室内 像古典音乐 那在室内 普通 比较没有钱的百姓 是 独月乐不如众月乐 对不对 你希望是这样子 昂扬 昂扬 这幅画 这幅画是这样子 很多年前 这很有今年龙年的气势 这幅很重要 这幅很重要 我也决定说 我可以割爱 这个是李宏玺教授 到芝加哥来看我的画展 他说你应该画一张 台湾意识 意识 我就想台湾意识 怎么表现 台湾意识 意识 他回去以后 我就画这一张 表现台湾的意识 叫做昂扬 那台湾人 我说先从台湾 像龙一样 金碧回望的感觉 金碧回望也可以 但是我用鸟 鸟来表现 特别是这里 这里 鸟鸟 红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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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认为台湾人 有时候 看起来台湾人 脾气很暴躁 一下就生气 小时候我看到 邻居 什么乡像 不会打死人 用手打 打来打去 没有用刀 以前 好像我小时候 没有听过有杀人的事件发生 现在才有 用手打 就是像工具一样 瀑布琴 那大家要 族群 有一点乱 台湾 但是要有领导者 这个是领导者 把这个族群全部 口爱 口哲会 团结起来 大家 互相爱护 有爱 有和平 才有希望 就带着全台湾往前进 往前进要45度往上升 像经济成长一样 所以我用这样来表现台湾的意识 好棒 所以我这张画从来没有考虑出售 这张从来没有 所以你这一次挑出的作品里头 只有一张 这一张 有这一幅 有这一幅 昂扬这一幅 所以要收藏了可以跟老师联络 有福气 有福气的人 新曲这一次也是老师 你决定要开放给海内外的长家 新曲是不是也是 也是你这一次开放的 对 这也是 这一幅也是 描写一个女孩子 很喜欢云 想要跟云 她的想像空间 跟云飞走了 在海边 是很漂亮 还有这几幅都是对不对 水浮也是 水浮也是老师这一次 要开放给长家 这一次租物比较大 还有福光略影这一幅 对 要给长家收藏 昂扬就是刚刚我们特别提到 其实我看到还有王文阳先生 他是不是也收藏了这一幅 对 这一幅 我们看到导播可以特写到这一幅一下 这幅画作 这幅画作为什么会是王文阳先生所收藏的 还是这个李登辉先生 基金会所收藏的 李登辉先生 李登辉先生 知道有这一幅画 因为之前 我有给他看过 跟他打球的时候 给他看过照片而已 因为这一幅画 我觉得应该放在美术馆才对 我没有拿去 您说Jieff White有曾经让李前总统看过 看过 但是我没有拿去给他收藏 没有 虽然他的朋友鼓励要给他收藏 但是我说这个是属于历史的作品 属于美术馆 所以我放在美国海南美术馆 所以知府在海南美术馆 对 等到他生病的时候 就是小英要选第一任总统的时候 2012年的时候 对 他生病 他有大肠癌 开刀了 就躺在床上 王明杨就跟我说 怎么样来让李总统快乐起来 快乐起来也许对他的病 就比较有帮助 能够好起来 他很期待李登卫再恢复健康 他就说 他看到我的画册这张画 他说这张画在哪里 我说在我美术馆 他说他要买送给李登卫总统 让他好起来 恢复健康 我说不行 这个属于历史的作用 他就问我 说你是不是医生 我说是啊 医生是不是希望病人要好起来 我说对啊 那李登卫现在躺在床上 等着要好起来 我要让他高兴好起来 如果有这个机会好起来 你怎么可以不让他收藏去送给他 他讲这样我就没办法 我就投降了 我就叫他来赶快送过来 只有一天的时间 用快递从芝加哥送来 拿去给王文洋董事长 他就叫他的秘书无罪 赶快联络李总统 他就带这张画去给李总统 李总统以前有看过 但是送给他的时候 超过一个礼拜之后 他就起来了 给小英站台 哇 最佳的精神良食 对对有效果 有一段故事是这样子 我跟他打球的时候 他请我们三个医生跟他打球 吴树敏还有Hilokawa 从日本回来的 打球的时候我是给他看照片 他还问我说 他知道他自己 是的 旁边那一位 你说你给他看对不对 给他看 我们再check一下 看照片 他说旁边那一位小姐是谁 是 我说总统夫人 哪里有那么年轻 我说总统会老 总统夫人绝对不会老 是 我说你跟他结婚24岁 所以我画这张画的时候 他就是24岁 永远24岁 他就打球 是 所以我只是给他看照片 我最后一点时间是不是 你在海的美术馆里头 有一幅 有一幅很值得 很值得跟大家介绍的 一幅长长的 大大的 最大的 500号 500号而且是 整个墙壁 而且跟圣经有关 你给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可以 这幅你说是 这是411公分 乘以224公分 5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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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壁画 整个墙壁 是 这个是这样子 是911 911 美国发生问题 911的时候 我在台湾展览 那我太太在自驾哥 打电话给我说 美国发生911问题了 我跑去朋友家看电视 吓一跳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整个墙壁 那个 在纽约都 给飞机 一 一创进去 整个墙壁就 融化掉了 很 很大的悲剧 那我就赶快回美国 那很不容易回去美国 因为那时候飞机控制得很严格 好不容易回到家 那我从第二张画开始之后 画所有的画都用祈祷才画画 那我回去就马上祈祷 我是跟上帝在我祷告文里面这样说 求上帝帮助我的手画一张画 可以感动全世界的小孩子 让小孩子变成好孩子 那好孩子长大之后 就没有坏大人了 那这样世界上就不会再有911 这是我祈祷的祷告文 那我祈祷之后 拿起笔来就画 一直画 就画出这张画来 是这样子 那这张画 我画完之后一看 当然要有太阳 有月亮 有地球 绿色是地球 这个就是宇宙 我们宇宙里面 有这个 那地球上有人 这些是地球上的人 那中央应该是所谓天堂 天堂里面有天堂 还有绿色的是上帝 因为绿色代表生命 代表智慧 那他有一位 有一位独生子 也是基督 站在他旁边 他跟他很亲密 传达讯息给他 叫他到这个世界来 所以你看他的脚 从天堂伸出来 塔在地球上 塔在地球上 在地球上的时候 他就在这边 传达上帝的信息 那一段时间 就记录在新约里面 那他最后就被十字架 为了全世界的人死 又回去 这个就十字架 又回去天国 所以这个就是 也是基督的故事 那最后一章 是启示录了 启示录描写的就是 我用这个两个梯子来描写 启示录里面记录 义人跟不是义人 人分都两边 义人带到天堂去 不是义人 就是坏人 把他留到地狱里面去了 其实也是基督 定十字架的时候 已经有这个印象 有这个显像出来 他定十字架的时候 是在中央旁边左右 有两个人 不是好人 也是做过坏事的 一个忏悔 基督教的好处是 只要忏悔 不要再做坏事 就原谅 就是说 好 那你今天跟我去天堂 带那一位忏悔的人去天堂 另外一位 说他没有做过坏事 他以前做的不好的事情 也是对的 这样坚持 他做那一些不好的事 那也就是说 那你不管他了 一时下地狱去 所以在他死的时候 听在十字架上 已经描写出圣经最后的结论 就是起诉论的结论 那我用这个两个梯子 来做这个结论 那一边的梯子 比较细 比较长 这边比较宽 比较短 小孩子也会分别 这两个梯子 说为什么那边比较细 比较长 有个小孩子就回答 说做好孩子比较困难 要上天堂 要比较努力 要上去 那做坏孩子的话 下地狱比较快 有一个小朋友 我记得很清楚 在巴黎展览的时候 很有趣 他带了一大群同学来 他好像要帮助我解释这一张话 他就开口说 364天我是一个好孩子 要走哪一边 全部的同学就叫他走左边 好孩子 可是 他又来一个可是 最后一天我杀人 全部的同学说 你没有资格走左边 你要走右边 走那一边 你要走这一边 下地狱 意思是说 做好孩子不能part time 不能part time 对 要全部做好 你不能一次做坏 所以说你还是好人 你看 这个故事这么妙 这么简单 但是我看电视这两三天 就得很奇怪 有一些做过坏事的人 还抓去关起来 现在还骂别人做坏事 自己也没有参为 没有说我 如果他先讲我过去做一些坏事 对不起 先道歉一下 我现在开始要做好事 帮助台湾 那我就 这个人 好 你懺悔 没有 他一开口就是骂别人 自己做坏事 没有讲 但是他要出来做大事 所以我就想到这张画 这张画既然有这个功能 能够帮助小孩子做好孩子 所以我就印了明信片 用这个做明信片 印了好几百万张 每一次展览 我都坐在那边签名 送给小朋友 小朋友很有趣 你送给他 他不要 他要签名才要 所以我做这段的签名 就排列 有一次在花蓮展览 有个女孩子 我给他一张 他站着 两张站着 十张 他还站着 我说你怎么不走 不走 我说为什么 他要一百四十张 我说为什么 我说我的同学一百四十个没有来 我要拿回去一个人画一张 我更高兴 是 因为他替我传达这个讯息 一百四十倍 所以我更感谢他 拿越多越好 所以我得到上帝的祝福 能够画这一张画 就是趁这个911的这个大灾难 来传达这个圣经的信息 我就希望能够透过我的画 能够感动很多小孩子 做好孩子 我们的好孩子 都是好孩子 那这个社会就好办事了 那这一次你破天荒开放这些作品 给海内外的收藏家 他们如果真的有意收藏 怎么跟你联络 我看我留下我们的专案 专案的负责人温雅筑的电话 包括可以到Talent Plus 小军Talent Plus的官网里头 你们可以去留言 我们试图把这些画作 让所有海内外的收藏家来做参考 今天非常谢谢施医师 谢谢这个施伯伯今天特地波容来到我们现场 用艺术来行医 他200多幅的作品跟雕塑品 已经决定一一都要从芝加哥的海南美术馆 你要移回台湾 你要长久住在这个地方 那为什么 找回台湾失落的灵魂 这是施医师他一生所追求的 也谢谢大家 谢谢施医师 这我最后的冤枉 谢谢 很高兴跟你的观众对话 虽然拉哩拉扎讲了一大堆 没有 非常开心 我希望他们听得懂 可以 当然当然 希望在下一次很快的时间 跟你共同分享 也许也欢迎所有的藏家 指使希希来看看这些作品 是不是在人生当中 可以留下一点不一样的轨迹呢 我们再会了 谢谢施医师 谢谢施医师 我们再会 谢谢所有的宣传观人朋友 谢谢施医师 谢谢施医师 我一直在现在 我能看到 我们现在 所以我接着 这一点 Basically 是 现在 都要 大家都想 无论 Its 臺文的 克思 贴族的背景 手机后就拿起来 一只一只要 然后再重新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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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要重新变成了 我再重新变成了 这就是 这样的方式 然后再重新变成了 这个方式 所以这个作品 然后手上两个大维护的作用一场 就会让我们一起来进行决定 它是谁呢 它是谁呢 是谁呢 是谁呢 可以来到这边